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本来原来的那个案子说是不是已经和解了 但是和解以后那媒体开始爆出来 就是包括佼佼是不是有一些未成年的一些的影片 从这一路开始延烧下来 包括后来大家注意到原来在台湾有出现像这样一些的论坛 那论坛里面包括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聊到 有上次那个包括警方人员就告诉你说 那个论坛里面你不只是有偷拍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甚或他可能会把个资给一些所谓的高级会员 然后媒体上还有报道说甚或你可以点餐 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这整件事情延烧 让大家证实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后 接下来你看到有一些人都跳进来了 包括统神跟一些政治人物之间 在网络上面一些直播的一些论证 也引起了大家整个话题吵得沸沸沸沸的 台湾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洗涤掉人心 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好如果讲到洗涤人心的话 宗教力量当然非常重要 从白沙屯骂进香之律以后 接下来大家看到三月烧马咒 再来是大假骂绕境之律 而这个绕境的过程 其实每一次聊到这个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 它不单纯是让你去看 有没有所谓的神机的问题 而是这一路几天几夜的走 走出了你看到台湾人心的淳朴 你看到台湾人心的敦厚 你看到那里面让你热泪盈眶的一些事情 能不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洗涤人心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几些特别来宾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台湾人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左耳边第一位 资深媒体人许盛梅 大家好 妙慧YouTuber安导 五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精神科医师陈长盛 大家好 律师梁家瑜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来 盛梅 一开始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就是 像焦焦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说实话 后来延烧出来的那些 包括论坛那些 上一次在节目里面 你听三峡分局副分局长跟你讲 你会觉得匪夷所思 我今天看到媒体上报道 顺后还跟你讲说 他们可以点餐 你真的吓死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延烧 是因为它可能跟你我都有关 它不只是偷拍 因为这个影片里面 还涉及到一些虐待 这件事情呢 连立法院也都非常非常的关切 其实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 也有不少的立法委员 提出了他们的主张 以及去质询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最新是这样子 包括绿营的委员 他们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是提到的说 其实黄紫焦购买了这七部 就是未成年的少女 被偷拍的影片 比我们社会大众想象的更可怕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个很可恶的论坛 我们相信它可能有几万部的影片 而且这个影片不只是台湾人 也有可能是可能世界的 可是根据他们说的 它是根据还起诉书里面的内容 这七部影片里面 涵盖了大概十岁 十二岁 可能十五岁 这些受害的少女 然后不是不仅仅是被偷拍 你的想象可能去上学 去换衣服 不是 是他们就是去虐待这些孩子 而且虐待的过程 非常的惨不忍睹 这根本是犯罪行为 那当然 我们一般的人看到这个影片 我相信我一秒钟 我都看不下去 如果你还能够花很大 很高的价钱去买 而且我们可以相信 你拥有这些影片 你不会只有看一次 所以这些委员认为 低检署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罚则过低 不过这件事情 北检也有回应 北检意思是说 处分一百二十万 就意思是说 这个已经是 在现有的法令之下 对对对 最高 就这样子的回应 所以显然在这件事情的处分上 好像也没有办法 再去做一些更动 不过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是整个社会的 一个反弹了 所以 光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已经陆续有新的受害者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 K小姐这个部分 低检署已经是他子案了 小五哥也知道 这件事情显然会给大众一个交代了 到最后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有陆续的一些女生 他们说他们过去也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 恐怕比如说性骚扰啊 或者有些拍摄影片的过程不舒服 为什么这样说 之前大家知道吗 黄子焦在演艺圈有非常长的时间 他有几年的时间 其实是郁郁不得知的 那他也曾经当过经纪人 他推出过这小支的 就是一些少女的团体之类 然后他因为个人他说他喜欢摄影 所以他有人于这个摄影展 光是这个摄影展里面有一些拍摄的过程 包括你穿了丁字裤 但是黄子焦认为这个好像影响这个整个摄影的这个水平 所以要不要把它脱掉之类的 各位所谓的性骚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它就是构成的 所以有一个网红是发动说 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已经在他的脸处跟他私讯了 所以这个网红他当然就呼吁大家说 我们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因为已经有律师 已经答应大家会共同帮大家去处理这些案子 因为各位有些案子当然很多年 然后有一些女孩子他又不愿意 他没有办法去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 所以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陆续在做了 顺美 我就算是在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有问过你一段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影片 或是以前的一些综艺节目 或什么什么都被翻出来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讲说 那个就是节目效果啊 可是你现在已经分不清楚 到底什么东西是潜意识的反应 什么真的就是节目效果好笑啊 或什么的 可是你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些事 但是这整个氛围我们去检视一下 包括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很多的女艺人 他们都已经出门要求修法或什么了 但他们也都说不是很清楚 佼佼会这样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综艺节目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小钟 或者是佼佼去上这个另外一个 有三个男生男主持的节目 他们都讲说要小心佼佼啊 小心黄子佼 我不认为这是综艺梗耶 我不会告诉大家要小心他啊 要小心他啊 对不对 因为那当然不需要小心啊 他们这么严格 他们比我还严谨 对对对 人家要小心胜眉就好 不是 所以是不是某种程度就是他们私底下 可能也分享了一些讯息是我们不知道 吴忠倩在夜夜秀里面那一段 是真的被消音吗 而且是被消音 因为我有看那一段 那但是他消音讲的那个内容 是真的要去讲黄子佼的事吗 没有错 是 为什么呢 我们又要倒回来讲 就是说 大家忘记了吗 其实之前黄子佼在自残影片的内容 又很大一块提到的献哥 可是你提献哥那些事情 大家不都知道吗 而且不违法 献哥就是多情嘛 他意思是说 我不是替献哥讲话 你去检视内容 他意思是说 都有老婆啊 还有女朋友啊 有没有 讲一些有的没的 那献哥会心意怎么想 你把我的事情 跟你现在这个事情相提并论 你是把我放到哪里去了 更何况对 小五哥也知道 过去他们几次在金钟有交手 他们本来就会相互在互呛 大家都会觉得 那也只是一个效果 不是哦 对献哥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一直一路走来 言行不一 献哥我帮你讲 所以为什么后来夜夜秀 我们要倒回来 因为这个现场 他有很多很辛辣的一些话题 所以献哥就直接讲了嘛 就是他就是跟 他就是要小心 他跟那未成人少女 他会去跟人家要电话 上节目 你不要觉得这些人 怎样眼睛都瞎了吗 你如果试一下 跟这些妹妹要电话 或做些什么 无风不起浪 有时候主持人心理 其实是清楚的 只是这一段夜夜秀剪掉 恐怕也是因为 他们之前请了一个大陆的 对 有引起很大的一些分争 他们担心 因为献哥提到了少女 这些关键字眼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法律问题 你真的要认真听 这不是八卦 好不好 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这整件事情 还是有人根本不了解 那个法律 就造成整个社会很难接受 因为这整件事情 我不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 嘉宇当BBC报导 而且是摆在蛮头版的地方 去显著的报导这样一些事 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跟讨论 而这里面所讲到 刚讲说已经有受害者要组成 所谓的受害者联盟 要请律师这些 可是他中间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刚盛美讲的 就是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出来 或什么 可是当里面 当今天新闻出来说 有十二岁 十岁 十二岁 这些的时候 这个就要很认真严肃地 看待上这样一些话题 对 它其实就是儿少权益法 里面儿童跟少年 那所谓的儿童 就是指未满十二岁的人 少年是指十二岁以上 未满十八岁的人 其实我对于这个新闻 其实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我先讲一件事 就是说 大家其实真的 没有办法去想象 实际上发生性骚跟性侵的案件 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 我自己现在这个礼拜 光是这个礼拜 黄子焦的新闻一直在上 一堆当事人出来 不敢讲的也私讯了 然后已经正在处理案件的 每一次每一天每一秒 在看黄子焦新闻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种伤害 当你看到被害人坐在你面前 那种无助的眼神 空洞 然后就是丧失灵魂的那个样子 其实你是真的很心疼 有人就私讯你 然后包括讲 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但是也许他不是受到黄子焦的 这个案件的影响 但是也有可能是 在其他的各个行业 他可能有受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讲到刚刚的法律 新闻当中写说 只有黄子焦只有十七部影片 然后还分了几岁几岁 那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他就是儿少 里面的儿童或少年 他就是未成年人 并不会因为你持有的影片是几岁 让你的这个可规则性可以降低 其实一直都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头到尾黄子焦 真的都搞错重点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刚刚为什么讲这个论坛 真的让你觉得 最近常常讲 细思极恐 你真的会觉得恐怖到了极点 里面偷拍的一些的个资 泄露给他的高级会员 意思就是 你不只是看影片 你还有可能 现实生活上去骚扰他 这个已经是很恐怖 今天媒体出来的是 他们还可以主动点餐 就客制化 你知道你难以想象 怎么会是像这样一些情形 然后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 包括泡汤的一个饭店 有被偷拍的 也是这个网站 也在这个论坛上 你这样把它凑起来 你就觉得合理化了 就是他高薪 他愿意要付这些钱 就有人会愿意去做这些偷拍的事 然后拍出来以后 然后他有会员会看 你知道就会这样 可是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一定要请教精神科医师 为什么会喜欢看 这样的一些骗子 那某种程度是真的 精神上面有一些状况吗 某些人的性癖好 他专门针对儿童 那这个在我们的精神科 的诊断手册里面 是定义说 是13岁以下的儿童 他不喜欢这个身体里面 已经发育 比已经成熟的人体 他喜欢的是这种 还是儿童时期的幼体这样子 那这些人他观看这些幼体 会产生性欲 那大部分这些人是男性 那在产生性欲的时候 有些人就做了一些犯罪行为 那我们必须要谴责的是 这样子的犯罪行为 会造成很多儿童的一些 心理上的创伤 您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像这样的话是就应该是可以 是不是某种程度真的可以列为 他是已经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如果已经造成了别人的伤害 以及他自己 我们讲说一些自我的困扰这样子 那确实是一个诊断 没有错 我再强调一次 这真的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 尤其针对未成年像这样的一些事 但是安导会不会有一些 你看这次那个统成跟 不管是跟吴珍或跟那个阿苗 就苗卜 苗议员之间的那个论证 在网路上面掀起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从观看人数或什么 可是有些人他就会想说 那跟男人看A片 看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只是年龄的差别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其实 他是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点是 比如说好大家都男生 一定会有当兵同梯的 或者说好朋友 偶尔会透过几个群组 传一些小影片给你看 这一定会有 可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比如说是被动 被接受这些讯息的 那至少还情有可原 比如说男生大家小打小闹 可是像刚才盛美姐讲了 他那个网站 他是属于一种供需的需求 我有需求 所以我付费了 他们去制造或产生这些东西 那就完全不对了 他不是说 就好像我去买个日本A片 或说download一下这样子 当然那是产业 比如说他的日本的娱乐产业产生的 可是他本来是去找这些素人 未成年的 然后去可能利用各种手段 去产生这些影片的 对 那这种状态之下 我也会担心说 哪一天我老婆突然出现在上面怎么办 对啊 他就是可能去上个健身房 或是去游泳池 然后就被偷拍了 你上那个就是温泉饭店 对就是这种 对啊 他就是男女朋友或是说 也许是老公老婆 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反正去了以后 谁会想到 谁会想到这种会流出来 对啊 那可是他就会 也是这个论坛的啊 对那就会知道 从这边就会发现到说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论坛 有一个这样的单位 他专门在处理这件事情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讲说不要传 不要看 不要买类似像这些 因为因为就是因为有人会买 他才会有这样的前面的 的动力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你如果今天再看 媒体上越来揭露越多 像这样一些论坛网站 恐怖是他们的会员之间 还有那种集体约束的机制 公审 对 是美 就是你如果要是违反 他们的一些的规定 然后譬如说 你把它展给别人分享 或什么的话 他会把你的个子也公布出来 我相信 黄子焦这个事情 他就是一个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 网路世界还有所谓的暗网 就是他是活在一个 不是我们一般人 会接触到的地方 那这个论坛 他可怕的地方是在 刚刚前面特别都有提到 我们先讲点菜这件事情 他是按菜来分价钱 菜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只是要一般的小菜 那来 你就是基本会员 基本会员里面看的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只是举例 不要太恐慌 我只是举例 可能就是女生去公厕上厕所 那个过程 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有些人会在公厕 或什么地方放这个针孔 这就一般的 可能在上面等级的呢 就类似比如说情侣到哪里去 比方说也有人 很可恶 他在摩铁放了针孔 所以这里面就有动作片了 这可能就是中等了 再来更高档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今天黄子教室就是所谓的VVIP 在这个里面都是虐待 虐待 从韩国到台湾的N号房里面 那个都是极尽的虐待 那种虐待是摆明了 把我举例把小女孩抓进来 直接在一个到处都是针孔的房间里面 对他施虐 然后拍影片 然后你看这个影片的通知 你会知道小女孩住在哪里 什么学校 什么名字 这就是VVIP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 怎么叫点菜 更可恶 因为我那种欲望 我不能满足了 我出了这么多钱 我今天我只是举例 用我自己举例好了 我要看许胜梅的那个被偷拍 他还真能变出来给你 那就找人去开始要去做这些事 看你会到哪里去 那因为我们不是艺人 你要去想象艺人 艺人会不会去公共场合 艺人会不会去电视台 艺人会不会去一些大型的舞台表演 我就在那里拍 还真的有人在点菜 听说一堆拉拉队 或者大家喜欢的宅男女生 都在那个名单里面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小五哥刚刚讲的呢 这个论坛里面多可恶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整齐的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买这些影片 我是要出真实姓名 所以黄紫焦是 对方是知道他真实姓名的 因为你也得告诉对方 我才能出影片给你 好 但是一旦有人把 因为你买了之后不能留 因为你一旦留出去会被抓 因为律师在这嘛 我们对那就是散步了 你会出去而且会造成我们被抄 因为这几天已经疯网了 对 所以你一旦让我发现说 我卖给你的影片 我在别的网站上看到了 我就现在处罚你 怎么处罚 你叫王小明对不对 我就在我们论坛上公布 王小明今年25岁住在哪里 他的大学是念什么地方 他的电话是几号 然后我就让所有人 当场公审你 不爽的话 就到他脸书上面去骂他 就是我们去公审别人 也会公审这些会员 这是一个什么变态的 可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一路延烧 我就讲一般来讲 像这是在社会议题里面 大家都会非常关注 可是政治人物通常不会 在这样的议题里面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论述 也许会单独会在 譬如说立法院 你刚刚讲说 大家去修法或什么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直播主 政治人物 大家全部都直接跳进来 甚或直接 我刚刚讲说 像譬如 那统生跟武真 然后跟阿苗之间 直接在网络上面直播 直播线上人数之多 包括斗内之多 但不管怎么说 我要讲 因为统生他讲说 没有很严重或什么东西 可是他后来道歉 他讲说 他会把事实先弄清楚 我觉得 我觉得统生一定也不知道 这个论坛原来有 有这么恐怖到这种 因为我们也是 透过这次事情 大家才知道这件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前面的有一些发言 确实让大家讲 譬如说 对对 这也没有很严重或什么 所以才会引起 这么多一些论证 尤其他跟阿苗的那一段 但是他讲出来的价值观 我们真的吓一跳 各位我稍微介绍一下统生 是因为 还是有一些人不知道他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在年轻族群里面 的确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是啊 我算了一下 他这次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有12家厂商跟他切割了 退了他的代言 还有其他好像7家 所以他一个人身上 其实有非常多支的广告 为什么广告主 因为在他身上下广告 就是他对我们的年轻人有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 这个统生这件事情 是因为原来我们的下一代 的价值观就来自这个人 因为他在电纪里面 确实有很多人在看 什么英雄联盟 很多 但我很担心我儿子 是不是认同他的价值观 因为第一时间 他在直播的时候说 这又不严重 是不是 黄子焦那个 其实也有一些人会转给我看 意思是说我们大家转来转去 我只是没有买而已 我朋友也是有转给我看 连我都想要 未成年人之类 你看我们连讲都不敢讲了 你把帮帮忙 我的意思是说你35岁 你如果法律知识不丰富 你基本知识要有吧 他最后大家把他骂翻 他说黄子焦 这不就是普通偷拍吗 各位 偷拍没有分普通跟严重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 因为显然他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他被骂翻之后呢 他很妙了 他跟阿苗就是苗柏牙这个对话 是他call in人家 不是苗柏牙给他call out进去 不是哦 因为大家知道 他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 他吸引粉丝 是因为他有很多对话 粉丝都可以call in进去 他就直接call了这个苗柏牙 苗柏牙当场真的是打脸他的十几分钟 教了他一场法学的知识 那一场直播安导有看吗 有有有我有看 我是觉得看完那一场直播之后 就觉得好像真的上了一趟法律课一样 对真的 因为阿苗还有还有那个手板 对还有手板 而且讲得非常详细 而且我就觉得阿苗真的是很耐心的老师 你知道吗 对我都觉得我听到火都快上来了 他怎么可以有耐心的一而再 再而再跟他解释 这件事情严重性在哪里 统成他完全在那个氛围里面 他就是一直想要争辩 我没错我没错 还有更严重的啦 还有怎样怎样的啦 因为可能我觉得啦 就是他在他的价值观里面 他毕竟他都在他的直播间 关在家里打电动 那所以他的想法 这可能比较单纯 但是呢 屈静瑜太单纯了 安导流量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重要吗 一定很重要 对 那因为流量这种东西就是 当然你看嘛 他有十二家代言 甚至还有更多的厂商 他只是还没讲出来而已这样 可是他有这个流量 代表说他一定能够号召 这一些年轻人 他的粉丝这些同粉 大家一起去 比如说去刺激买气 或者说呢 去推波这一个产品这样 对那一定是他有个人的魅力 这无可厚非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嘛 对 可是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真的觉得他是有欠考虑 不过这整件事情 嘉宇 什么普通偷拍 不普通偷拍 这个感觉就像是 以前念法律的时候 我们宪法都会念到 那个你违规被抓了 然后你去跟警察说 他也违规 他也没戴安全帽 你为什么不抓他 你为什么要抓我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莫名其妙的言论 对 然后我觉得统神 坦白说我本来不知道统神这个人 但是因为最近真的是 他的版面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新闻 我觉得他自始至终忽略一件事情 对 你可以有对一件事情 或是一个人的 你自己的客观评价 但是你忘记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会有你的网路言论会跟你的社会责任 你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你知道有一群人会跟着你的言论 跟着你的言论走 而且我觉得整件事情 涉及到这个未成年 就是真的是未成年 我自己有小孩 我在新闻上看到说 刚刚就是讲到那个 就是很可怕的资料库里面 居然还有就是强迫三到四岁的小孩 然后去帮成年男子做一些行为 我当天早上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刚刚送我女儿去幼稚园出来 我真的是心碎一地 我真的无法想象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怎么样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也是YouTuber 我发现很多的直播组或YouTuber 这种所谓的网红 他们目前跟艺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 我在自己的直播间讲 我不认为他是个公共场合 对 他们没有这个界限 所以就给他们上一下法律 他们没有 比如说正常 很多人会这样想吗 真的 比如说像盛美姐 然后乱讲一通 像盛美姐你一定接触很多艺人 他们都还有经纪公司 会给他上课 会给他教育训练这样 可是这些网红就是 我拿个手机或者是架个站台 我就开播了 开播之后我就认为 我在我家里讲 是有什么不对的 对 他忘了你透过镜头出去之后 这是公共场合 这算公共场合吧 对不对 是啊 好吧 那是我们节目的错 好不好 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教育大家这一部分 OK 对真的 各位真的不要以为键盘后面 真的是你一个人在对着 对着银花木槳 真的不是好吗 OK 可是这里面牵扯到 还是要请教 陈医生 我们刚刚就讲说 包括好 你不管说有直播主 有什么这些 讲到这些 大家的情绪上面 人真的是在 不是面对大家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人 架了一个机器 或者什么时候 那讲出来的言论 跟一般我要面对大家 真的会不太一样吗 我们想说直播 其实也就是一个 show business 娱乐产业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直播要流量变现 对我当然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有多少的流量在我这边这样子 有多少的按赞 有多少的给我回应 在心理学上面就针对网路上面不同平台 不同的影片来去做分析 发现情绪满满的影片 收视最多 收看最多这样子 那反而是情绪平稳的啦 我在讲正念啊 我在讲冥想啊 没什么人要看 就没什么人会看啊 对啊 所以就一定要把情绪搞得很高昂 是是 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可能是工作的一部分 要把情绪搞得很高昂 然后才会有流量 才会有很多的收看这样子 但是那个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本人 或是整个人格 所以你觉得跟他平常的做人也许不太一样 所以在镜头前面跟那个是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有些人 是 所以我们在我们精神科医师在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有情绪障碍的时候 一定不会只会看一个场域 我会问说啊 你在学校怎么样 你在工作怎么样 你在家里怎么样 如果是整天都有的持续的情绪障碍的话 我们才会说那叫障碍这样 可是刚刚过程当中 好你现在讲到说统诚跟政治融物之间的论战 证明后来他还是有道歉 只是道歉他又后来还是有一些情绪上 甚或对自己家人呛声啊或是什么 他还是有一些情绪上有一些反应 刚医师特别提到又说 的确我发现在直播的时候啊 你如果没有先问候大家的祖宗八代 好像 对 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 流量会差一点这样子 真的喔 好像是这样 那难怪我都没什么流量 因为我发现我们一起经常上节目的来宾 其中有一个来宾 他也是常常做一些政治评论 然后最近他也陷入了性骚扰这个事件 大家记得吗 他是我们台湾YTYouTuber里面的第一名 他的斗内非常多 我的小朋友也很喜欢他的直播 他在后面会挂一个国旗 可是他在节目上也看起来文职彬彬 但你有看过他直播吗 他也先问候大家祖宗八代 就是那种 然后斗内 叮叮叮叮叮叮叮 就进来了 好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价值观 包括我要强调一下 张家航 亚洲统神 他的崛起不就一路 他跟这些人的互动就是这样 然后你会觉得 他怎么情绪这么不稳定 为什么 他第一时间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提到 不严重 普通偷拍 怎样怎样之类 他讲出来之后 大家群情哗然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们扭曲了我的意思 我也不是这样 你们断章取义之类的 然后跟苗伯雅的这个直播之后的第一时间 他曾经在他的脸上有道歉 对不对 第一时间有道歉 但是他第二次又开始骂苗伯雅 他又说你不要以为你是胜利者 其实大家都是不了解我 什么 你会觉得 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 他的妈妈甚至也劝他 连老人家去劝他 他就情绪不稳说 滚啦 去死啦 我的精力都比你多了啦 之类的 大家会觉得 在镜头前 就是可能我老拍一点 我觉得在镜头前 散播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让我们非常的沉重 好那当然 统成发生过的一些事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但是他确实在前一阵子还记得吗 有一次是教育部主办的一个颁奖 然后因为颁奖请来的那个嘉宾是曾经有因为 是因为毒品的一些的问题 然后统成也是去的那个来宾 对 他就直接呛说 你们怎么会找这样一些 那时候有很多人给他掌声 那时候他可是英雄啊 对对对 因为他确实要 他是直接在现场 人就走人 然后先讲说 你们找这些人来 你们找这些人来颁奖 你到底是要诉求一些什么东西 你要传达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后来教育部马上就也说 对他们有 以后要检讨要什么 那件事情他有很多一些掌声 所以 其实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掌声 或是大家觉得 说出来的言行是该被检讨的时候 确实大家就会出来针对这些 不因为你是在镜头前面 镜头后面 你只是键盘或怎么样 可是刚才 因为刚才嘉宇有讲一段 有很多有小孩的 像你说 帮送个小孩到幼儿园 你看到那个报道 你就会心碎一地 有很多的 尤其家长 看到这样一些新闻 心里都很怕 怎么会有像这样一些事 更何况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 影片里面的被偷拍的 或什么什么类似这些 陈一世上街 创伤以后 可能要很多年 才走得出来 生活有人是走不出来的 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 任何人受到性的创伤 受到暴力的对待 都不是他的错 我们不要去检讨被害人 这件事情这样子 特别是很多 如果是未成年受到性侵害 未成年受到性骚扰 他当下不愿意讲的 我们要讲 其实是我要有力量 我才能够讲出来 我才能够为我自己 争取权利的 他勇敢地讲出来 如果旁边的 比如说妈妈 比如说爸爸 第一句话说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检点 二次受伤 那是非常重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当亲友 听到 原来你以前曾经发生过 这件事情 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可以问说 我知道了 我可以怎么帮忙你 这句话我想很重要的 有时候其实受到创伤的人 心里有一些忧郁焦虑 甚至解离症状的人 他讲出来并不是期待说 我需要什么实质的帮忙 你要给我钱 还什么之类的 而是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好了 陪伴跟倾听 因为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到底台湾的社会 到底出了什么样一些的事 然后会出现有像那样一些论坛 而且是经过这一次事 大部分人大概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一些的事 那所以你说人心的进化跟洗涤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能真的做到 宗教的力量 一定它会扮演一定的一些的 相关的一些的作用 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 每一次讲说 好那宗教 尤其三月小马周 这所有的那个过程 从白沙唇骂 一直到现在大家看到 大甲骂 绕镜所有这些 顺美这一次的大甲骂的绕镜 白沙唇骂那次就已经18万进香 这次的大甲骂 三十 那个盛况 我是看镜头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 那个人真的是 怎么挤得进去 我都觉得好怀疑 这一次大甲骂出巡 非常非常多的人 三十万 这当中我讲两个小故事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很感动 来 这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弟弟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背后背包上 是用那个注音符号写了他的眷望 这个弟弟其实头上还抱着纱布 这个六岁的小弟弟 他是脑部开了刀 还在就是康复当中 但是他这次跟着大甲骂要绕进来祈福 是为了他的阿咒 因为阿咒身体不好 所以他就在这个背包上 所以大家看了好感动 觉得这弟弟好可爱 他还不会写国字 对 有没有 希望阿咒要早日康复 然后希望这个妈祖娘娘能够保佑他 这个功课进步 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美的风景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女孩 你会发现其实他还带着呼吸器 有没有 这个有这个管子 所以让人家很担心 就是说他只有五岁 这个小女生 他是爸爸陪着他来 因为他有罕见疾病 然后显然是病了很多很多年了 所以这一次呢 爸爸也带着他来 然后令人感动的是呢 当这个轿子到了现场还特别让他嫩车咖 我们知道嫩车咖很多时候 可以帮助很多民众趋吉避凶 保佑健康之类的 这次像大甲妈 我还有一个画面我很感动 因为这个艺人是我最爱最爱的 他叫亚洲天王任贤旗 有喔 有看到 看到他来服教 他已经非常多年 然后他还特地自己 其实之前他自己有出 他还要赶出国 对 所以小小哥你有看到 有有有 那看你会很感动 因为他们一定很忙 但是在忙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聊这一段 前面真的 说实话 那一段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太大 就是包括你说 有偷拍的那些论坛或什么 可是你透过这些故事 你会发现台湾这块土地 还是你我想象中是那个样 他就是这样 可是有些人分不出来的是 譬如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也是最近才注意到 白沙唇骂 我们叫靖湘 对 大甲骂叫绕镜 绕镜镜香 对他的差别 你都有参加对不对 是的 那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其实因为这个是 每个地方上的文化不同 这样子 那他的本质都一样 都是出来安定民心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大甲骂这次出城的时候 起价的盛况 对那当然因为大甲那边比较繁荣 那他的那个城镇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他的庙地就比较大 白沙唇相对他比较没落一点 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小渔村 所以他的庙的腹地也不大 庙也没有像这个大甲 镇南宫一样这么的漂亮 对可是呢 也是这几年慢慢的呢 大家看到了 妈祖的这个神威 然后被受到感召之后呢 愿意呢 投身去残夹跟妈祖 但是他们俩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俩前面那边的店面的东西 都很好吃对对真的真的 小餐子的美食 真的都会有很好吃 超好吃 包括绕境所有的过程 超好吃 白沙唇骂是 大甲骂是 你看那所有志愿出来 然后给所有的香脚客 然后吃的那些 你都会觉得台湾人 而且每个人吃 都跟你说是妈祖请客 没错真的 对因为呢 大家都是 比如说我可能来许愿之后 我要还愿 对那还愿之后呢 我可能有各种方式 我要捐钱捐金牌都可以 甚至有的人就是呢 我弄个凉水摊 我可能搭个小桌子 然后呢买一些饮料 或者是弄一些点心 能力所及的状态之下 然后去做服务 所以呢 在不管是哪一个妈祖 他要进香或绕境的期间 你可以永远不用去怀疑 这一些信众 他所奉献给你的东西 而且甚至他还会比你 一般吃到东西 这更真材实料 对 因为我特别注意这些新闻 然后包括每一摊 每一摊 像这次大甲骂呢 还有一摊是炒山猪肉 真的 这我就没吃到 真的 我跟你讲 我最想 各位 各位 当然我们不要误会那个本质 那个本质是希望 我们是去水一下 对 可是那过程你走会累嘛 你会渴嘛 然后你会需要住嘛 旁边所有的 台湾风景最美的地方 这时候就展现出来 可是 我想 安总 我刚刚就讲说 不管是白沙唇骂或大甲骂之间 如果要你建议 就一定有人 听完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面 讲从白沙唇骂 讲到大甲骂 他会想说 他明年也想越越越识 你会建议新手 要从哪一个开始 对 这也是我很常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 如果要真的要走的话呢 建议大家先从大甲骂开始 对 因为大甲骂跟白沙唇骂主 他的差别在于说 白沙唇骂主的轿子 本身会灵动 所以他的路线 是由骂主自己在决定的 我今天可能要停到 可能是梅姐家 然后今天可能要停到 梁律师家 你完全无法预测 然后呢 陈医师就觉得说 为什么骂主没来我家 可是呢 如果呢 是这个大甲骂的话 他的路线都是固定的 对 因为他有这个 他们有自己的 骂主联谊会 然后同时 他的进向路线 百年来都是那一条 OK 所以都没有改过 那只是说会增加了 一些沿途的宫庙 对 那所以呢 如果要跟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 想要去体验的 走大甲骂 反正呢 第一天到哪边 比如说第一天到台中 第二天到彰化 第三天到西螺 你就跟着这个点去跑就好了 就中间落了一个点 没关系 你也知道后面几个点在哪里 对 但是白沙唇的话 如果呢 像他今年跑去林内 所有人就傻眼了 因为很多人在西螺大桥等 结果他偏偏 他走了云张大桥过去 哇 怎么办 我们是要回头到林内 还是先去西螺 对 就傻在那边 OK 像大甲骂绕镜 安导他会有很多特色的镇头 对 你今天带来的那东西 还有所有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像呢 大甲骂组呢 因为他本身 因为他路线固定 所以他会有镇头很多 像他们有什么哨脚团 三十六直四 然后呢 米勒团 神童团 然后太子团 装衣团等等 对 很多很多 那所以呢 他都照着正规的路线 现在走 OK 那你这些镇头呢 你都可以去跟他互动 对 甚至他的轿子 在一些 比较不是重点的城镇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可以扛到轿 对 因为你都有机会可以等 比如说可能出了彰化 我可能出了花坛 然后要往这个北斗之间 这段路比较冗长 又没有什么妙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扛到轿了 白沙腿骂的轿 是一般人不能扛 也可以 但是很难很难 对 真的 我跟了大概十四年 我到现在还没扛过 继续努力 就是这样 继续努力 对 但是像这个 比如说 像这些镇头的话 就有很多互动的部分 比如像是 我要推荐这个东西 这很特别 这一支酒 不要看他这么漂亮 其实重点是里面的东西 大甲妈祖 他的这个五大团当中 像是他有福德弥勒团 还有弥勒团 还有太子团 里面有技工 对 这些神偶他们都有带酒壶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董行的 这些老经验的 我们就会带一罐高粱酒 给他换酒 对 他那里面真的有酒 真的有装酒 而且里面是各种大杂会 是混酒的 对 可能我现在献高粱 下一个信众来献威士忌 他也倒进去 对 真的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倒出来是什么酒 对 然后但是呢 就是我们会去跟他换酒 换了之后装一装 然后带回去喝平安 那有时候呢 比如说他觉得 那你换到的这是什么 这是高粱酒 这是喝高粱 还好这一批是纯的 OK 但是我有换过 那种就是 那个颜色明明是高粱 但为什么有点浊浊的 因为他里面加了威士忌 然后有的还会加绍心 对 那甚至有时候呢 比如说你到那边去跟他求的时候 他们看状况允许的话 他直接酒壶打开 就灌在你头上 灌在你嘴里 所以像这一次呢 我却有一个专业 对 像这一次呢 我刚好呢 带这个小冬瓜 那个单程旅行社的 这个频道去拍摄 那就有遇到迷勒团 然后呢 他就有吃我们酒 就这样直接嘴巴 就直接倒 他就这样一直蹲下来 嘴巴打开 然后呢 因为他神偶里面的人看不到嘛 所以他就是只能 大概抓个位置 所以你要去救他的那个位置 对 那如果呢 运气好 就是刚好喝到一口 运气更好的话呢 就会全身醍醐灌顶 就是这样 OK 除了有这个酒之外呢 再来就是呢 会去找这个太子团 会换这个奶嘴 对 因为三太子 三太子是小奶嘴嘛 对 对 那所以他会咬的那个奶嘴 那有的人就会这样 比如说我去买奶嘴 然后呢 跟太子换 他现在嘴巴的那个奶嘴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 把现在那个嘴巴的奶嘴摘下来 然后把你这个奶嘴给他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 一般妈祖软教过来之后 我要换花一样 我一定要买一套东西 去让他换 包括像高浪酒也是 所以像那个 换下来的那个奶嘴 等于就是有加持过的 对 然后这个奶嘴就可以带回家 比如你家有新生儿 小宝宝的话 就可以给他吸着 然后呢 就会感受到 有太子在照顾他一样 OK 对 这个就是有很多过程当中 那是一种信仰的东西 不管你 信不信民俗上的一些说法 可是我每次会讲说 只要让你安心的话 我觉得对于 对于 不管身心灵各方面 一定都有他的一切帮助 查理请问一下 律师在接案的过程 会信向一些神明 或什么这些事吗 有 律师可以让当事人安心 但是我觉得宗教的力量 更可以让当事人安心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 当事人来 然后呢 他就会直接说 律师我跟你说 我有去请示过妈祖 然后有拔杯 然后呢 妈祖跟我说 要往台南找 要找台南的女律师 然后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就拿了你的名字 然后再去庙里面拔杯 然后我就得到了几个行杯 这样子 然后我就来找你 这样 然后呢 就来咨询 那后来当然就是有委任 这个是第一趴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已经来委任 他们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会去庙里面 然后拔杯 可是他不会跟你说 他等到案子结束了之后 他才会跟你说 律师真的很谢谢你 其实过程当中 我都有就是去拔杯 然后跟妈祖说 然后妈祖说 就是找你就对了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一样就说是妈祖 只是说 一定要就是找这个律师 继续打下去 通常都是这样子 因为在节目里面 已经听过不止像家瑜 有好几位律师 有讲过说 对 你说好 你说律师吧 这些东西 那大家讲证据 要看东西 那医师呢 医师是讲科学的 要讲论证 所有这些 但是 但陈医师你不可讳言 你看像譬如说 妈祖初询或什么 有很多人光看到那些画面 他就会痛哭流涕 那给我看他的那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就是有一种 你问他 他会觉得就是有一点感觉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 这样一些的描述 那我只能够讲说 反正那是信仰的力量 可是就 就一个精神科 医师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自己也 跟妈祖走过 你会怎么样看待 像这样一些宗教的力量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群同学 组了一个服务团 去跟着白沙屯妈祖进香 说好听是服务 但实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收获到的心灵的富足 很多很多 你去跟着妈祖走 其实走很久的路 真的会蛮累的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台湾民众的力量 好热情 好开心 旁边就有一台发财车跟你讲说 要不要一起上来这台车这样子 或是你到下一个村庄的时候 就有人问说 你要不要吃这个包子 这个是妈祖请你的 真的好感动 你在那个地方会看到 善的力量 分享的力量 社群的凝聚力 以及我们正向的 这一个心理的能量这样子 实际上面 宗教跟灵性 确实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怎样帮助呢 美国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参与宗教跟信仰 灵性分数跟宗教分数比较高的 比较不会忧郁跟焦虑 可是这样子的研究 在台湾踢到铁板 美国人的信仰 跟台湾人的信仰 好像不太一样 当美国人问你说 你有信仰的时候 他指的是 我是可能每个礼拜 都会去一趟这个教堂教会 那我可能每天都有祷告这样子 这个叫信仰 可是台湾人很多的信仰 都是平常不烧香 临时报佛教 你平常就是要念经持咒 祷告正念冥想 才会得到心灵的平静 以及灵性的提升 那你平常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出了事情才去那边求神拜佛 才去那边这一概 坦白来讲 这样子的 我们讲说方便法门 其实没有用 这样子 OK 原来临时报佛教没有用 没有用 OK 所以平常就要做 好那多做善事 然后心地上善 很多这一类 那安老请问一下 你那旁边有摆一个 那是压教经吗 其实压教经的话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一定是要 妈祖停住在这个地方 落地之后 那我们为了要就是必须要把地面 跟这个教旨 因为教旨是神圣的 做一个间隔 那所以会放金子在上面 那希望呢 对 这就是压教经 对 那可是压教经的话呢 其实早年只是呢 作为妈祖 就是停价的一个辅助 但是呢 随着有压教经的人 他在使用之后呢 开始有一些神迹传出来了 那就慢慢的 他的这个呢 省位就越来越大了 那像我自己呢 有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子 去年去泰国玩 对 那完了之后 也不知道跑去人家 就导游说 带他去一些比较密经的行程 那不是说 我们常看到什么镇王庙 或者是什么玉佛寺之类 就跑了很乡野的地方 那去玩回来之后呢 他待那个礼拜 就是有点拱心拱心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一定搭回来就会揪嘛 然后比如说要送礼物 或者是聊天这样 想说分享一下国外经验的时候 听他怎么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平常很健谈的一个人 然后讲话就有点 有点呆呆的沉默这样子 对 那我就发现好像不对劲 那就问问他是去哪边 他说去了一间比较冷门的庙 对 然后呢 里面呢 有拜了很多那种类似 像什么古曼童啊 这种之类的那种东西 对 那我就觉得 我直觉就觉得 应该是卡到 卡到阴 对 那我就说 不然这样 我给他几张那个压药精 我说你回去之后 烧一下 那处理完 看会不会好一点 喝完那个压药精的水之后 哎呦 整个精神好多了 对 回神了 OK 那当然如果有身体疾病的话 我们每次都讲说 当然那个医院的地方 一定是要继续这样做 可是不可会言 刚才陈医师有讲 心灵的那个 包括宗教那个慰藉的力量 对于包括人心 对于包括圣祸 它可能会产生 身心之间互动的一个感觉 OK 那前面一开始 你听到大家在聊到说 包括那个色情的一些的网站 然后尤其里面有偷拍 或什么的 你会真的很担心 台湾到底发生了 什么一些状况 但是我们每一次 只要你聊到说 妈主绕镜的这些所有事情 不管它是神机 或是动人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 台湾社会 还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那个样子 它最美的风景 还是人 OK 人的心灵 当然需要慰藉 也希望能够借由 像这样的一些的事情 能够让大家知道 前面的那些事 希望能够离我们越远越好 不要再发生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您的收看 在这种时 我们下集见 拜拜